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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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准备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初级课程的第五课 在前几课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知道手指应该怎么按在键盘上 基本应接的弹法 以及简单的键盘试奏 那么大家想到了下一步该弹曲子了 但是呢 先不要着急 我们还是要再夯实一下我们自己的基本功 今天重点的来学习一下手指的基本功 这个手指的基本功能并不多 只采用了哈农钢琴练制法的前两条 那么这两条练习 你要好好练习的话 能够使你的手指更加的有力量 速度也能更加的快 更加的灵活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最好买一本哈农 自己从头练到尾 那咱们这是初级课程的 只要求你把前两条练绘就可以 哈农我们首先来看右手 右手呢 我们就按照提供的谱子来弹 Do Mi Fa Sol La Sol Ba Mi 上面都写了指法 分别用大写的 一二三四五四三二来弹奏 这就是这条练习的模式 这几个音 然后中间隔一个 我们把这个形状呢 再挪到这里来 然后同样再往下挪 然后一直往后挪 这就是哈农的练习方法 就是这样的 练习哈农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他手指尽量太高一些 这样呢 断了你手指的力量 左手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这个形状 Do Mi Fa Sol La Sol Fa Mi 那再把这个形状挪到这里 再挪到这 然后就把它弹下去 这是左手 练习的时候呢 要分别练 先练右手 再练左手 练书以后 两时配合他一起练习 这就是第一条练习的上一行 往上弹 回来的时候呢 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先学右手 是 So Mi Re Do So Mi Re Do Si Do Re Mi 这几个音 那我们使用的指法就是 5 4 3 2 1 2 3 4 是这个形状的 然后再到这儿 然后还是这个形状往下挪 连起来就是这样的 左手呢 也是一样 也是这个形状 So Mi Re Do Si Do Re Mi 这个形状 然后往下弹 往下挪 都是隔一个 回来的时候呢 也是两个手一起弹 当下行学会以后 那我们就练习 先上 后下 这就结束了 我们再来谈第二条练习 第二条练习呢 大家直接看谱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回去 这两条练习要成为日常练习 把它练得很熟练 你得把它练得很熟练 手指才有力量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 和弦练习 和弦练习 主要让你练习 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 还有这个手指 这三个手指的力量 也就是说 为了将来你 按这个和弦 有用处 因为我们将来 在弹电频速度伴奏的时候 这是和弦的主要按法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左手按自动伴奏和弦的一个基本 这种按法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来练习呢 那我们就从键盘的最低音部分开始练 虽然声音有点难听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练习一下 这样去练 三连音的方式去练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第四个的时候 全按上 如果从刀开始按 那么它就是一级和弦 从Re开始呢 就是二级和弦 三级和弦 四级和弦 五级和弦 六级和弦 七级和弦 电子琴的伴奏区呢 在 在这儿 到这儿 之间的区域 这部分 不会离开这一部分的 在练习的时候呢 这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也可以双手同时练 因为右手将来也会使用到 按和弦的方式 还有一种练法呢 就是 左右手同时 从两侧出发 往回来练习 右手弹 小手指同时 中指同时 拇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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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增强你两个手的力量 然后往这个方向走 这样谈 然后可以 再往两侧去弹 两只手这么弹 能增强你两只手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再学习电子琴的弹唱 再教订